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是我們精神科李國維醫師 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話呢 很高興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是所謂的大氣晚上 我孩子為什麼會能夠那麼淡定 那會講這個主題大概是因為我們 希望說能夠在早期的嬰兒時期 甚至是在台東時期就能夠去找到一些孩子 他很有智力方面的特質 那不會把這個事情當然是說 他是不是像大吃雞碗提壓 或者說把他當然是發展比較慢 能夠比較仔細 比較細微的去注意到這些變化 那能夠因為這需要有一些早期的療癒跟治療 這是對於這些孩子會非常有幫助的 那事實上我們在社會情緒發展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常以前都做中在那些 肢力發展啊 語言發展啊 或是動作發展等等 但是其實在社會情緒發展這一塊 對於美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原因是因為他實際是一種 生居然能力 他能夠自然而然去跟人家互動 有一些一來一往的 一些情緒的一個交曝作用 這其實是我們人的一種本能 但是如果有些孩子在這方面的話 比較缺乏 那是讓他在社會上生存上 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們怎麼樣在早期就可以去發現說 嬰幼兒有這樣子一個特質 大概有幾個指標比較明顯的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發現說 他們好像對其他人沒什麼興趣 有時候我們在整天常常看那個孩子 他就會很主動的跑過來看你在幹嘛 也許他人不會講話 可是他對人那個心理就是比較強 另外就是說他可能比較不會有一些 會不會有一些語言眼神的接觸 因為他有時候我們去看他 他就會跟著你對看 傳達一些訊息 譬如說會笑或對你有一些表情 這大概也是另外的一些觀察指標 那第三個指標大概差不多一歲半左右 他的孩子的語言可能 那些單詞都還沒有出來 語言發展是比較慢 這是第三個我們可以做一個觀察的指標 那在過去根據美國精神科診斷手冊 在2013年之前大家可能有聽過像 亞斯伯格特質啊 亞斯伯格症啊 自閉症啊等等 那從2013年之後呢 這個美國精神科診斷手設 這三個把它歸納為 所謂的自閉症被尋障礙 那這簡單來說 之前我們有印象當中 那個亞斯伯格症 可能是語言都還OK 都還能夠有一定的語言表現 可是他的語言紅 這樣讓人家覺得很像是比較 照本宣科啊 好像照出正面啊 所以我們不認為這樣一個語言 也是具有溝通能力的語言 因此在新的診斷手冊當中 並不把語言的能力的表達 有沒有語言的表達 當成是診斷的條件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語言表達 是能夠有溝通能力的表達 而不只是照著念 照著圈根 只是講一些書本上的東西 這樣子的語言表達能力 那所以現在我們比較新的看法 大家會把這所謂的亞斯伯格症 跟自閉症過去這樣子的診斷 都把它虧納在所謂的自閉症 類群障礙當中 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下 自閉症類群障礙的一個簡單的 一個診斷的方面 大概有兩個部分 我會有一些舉例的方式 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在第一個部分是比較偏向社交溝通 跟社會互動能力的一種缺損 那第一個部分 大概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包含的是 社會情緒的互動這一塊 那事實上我們在門診當中 我們常常會在這個英幼兒 來看診的時候 給他一個小玩具啊 給他一個小貼紙啊 那大部分的孩子 如果他沒有這方面 社會情緒的互動溫 他就會很開心地拿去給媽媽看 也許他也不會講話 他就會跟媽媽說 我要接這邊 我要接那邊 用眼神來告訴他的媽媽 然後就很開心 把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跟媽媽分享 這我們說很像在炫耀 或是把他分享一些快樂的能力 可是如果是在這方面 他可能就是默默的拿著 然後默默的在那邊撕那個貼紙 也不會看媽媽 沒有任何這樣子的情緒 一來一往的表達 這大概是我們的初步可以去看 他是不是有所謂的社區 社會情緒互動的情緒缺損的部分 那在第二個部分的話 是針對一些非語言的溝通 我們剛剛強調了 我們現在不著重在語言嘛 我們反而會去著重力 非語言的溝通表現 大概可以看比較像是眼神的部分 跟肢體動作的部分 眼神的話我剛剛提到說 可能對於眼神的觀察 或是眼神的評估能力不好 像有時候媽媽生氣了 眼神一歲的孩子 他如果有這樣子的 一個眼神互動的能力 他可能會稍微閉嘴一下 或有點害怕的感覺 可是呢 在自閉症類語言上的孩子 他可能都沒有任何這樣的一個表現 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好像還是默默的 在做他自己原來在做的事情 那像是一些手部的一些知識 也是很容易觀察的指標 像我們會說像這個拿給你 你這個給我這邊那邊這樣子的一個傳達 這常常都是需要一些手勢的互動 那如果說是這樣 自閉症類群障礙孩子 他可能對於這樣的手勢互動 要嘛他可能都沒看到 他也不會去注意 所以他常常對於這些正的那格的表達 或是接收這個能力就會比較缺乏 他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也因為這樣眼神 跟肢體動作都比較沒有這樣互動的話 他的臉上常常都沒有表情 都是一致表情 或者說他常常都好像默默的 或者在過他自己的世界 只有自己的事情 這都導致說他可能在社交公共上 會有比較嚴重的缺損 那在第二大項的話 是比較偏重於這個 局限重複的行為 興趣跟活動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 是比較刻板重複的動作 跟使用語言或物品 比較常見是我們看到 這個圖片當中 孩子他可能玩積木啊 玩玩具啊 他會把它排成一列 或是把它堆得高高的 比較沒有度量性的變化 另外可能車子可能有跑車賽車 他可能完全都一樣 都是在轉他的輪子 第一次低著頭去看 那個輪子的旋轉 比較沒有一些變異性 另外他可能講一些語言 就像我剛剛講 他們常常會照本圈刻 像我在這邊常常看到 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就講那布袋系的語言 講一些什麼 尊摸腳聲 尼摸腳毛啊 不管誰跟他講話 他常常都是用這樣一套的方式 在應對 或者說他可能講一些 大筆小心啊 或者是像現在很流行 就配備出了一些語言 但是事實上並不符合 那個情境上所需要的一個對話 所以很明顯是比較自視化 比較床夫化的動作跟行為 另外他們可能在某些部分 非常堅持 比如說他們有照一定的視序性 他可能一定要先刷完牙 才願意洗臉 或者說他一定要吃完早上 才願意出門 或者說有些孩子 就算是媽媽有時候 今天突然把個馬尾了 他完全不習慣在那邊大撲大鬧 他一定必須要有一個常規限制 而且也要有一個持續性 在我們整個案裡 有一個小孩子 他是非常堅持 說他一定要吃完 大吞飽才願意上來看著 如果沒有這麼做 他就完全不願意上來看著 所以這些堅持性 也是造成他們 日常生活上 比較大的一個困難 第三個部分的話 他們有時候 會比較局限的興趣 比較小的小孩子 他們可能會喜歡看數字 他有數字的東西 要完全停留在 因為可以看好幾個小時 冰箱上啊 任何地方有數字 他都一直注意 其他事情都沒辦法做 另外他們可能會 因為比較容易思覺思議 他們喜歡看旋轉的東西 我很多孩子 他常常都是說 喜歡媽媽帶他去看洗衣機 這邊旋轉的洗衣機 可以看一個多小時 或者他們去大賣場 最喜歡看的就是那個大賣場 電風扇 他來去認不同孩子 電風扇一直看他在旋轉 那再大一點點的話 他們可能比較偏向 比較冷門的興趣 比如說像經文學啊 歷史啊 或者是說像交通運輸啊 他們很喜歡背那個捷運啊 哪個隧道多長啊 或經過哪些地方 熟能想 當他們遇到一些社交情境 沒有那麼容易去應付的時候 他們常常都會把這東西拿出來講 所以常被人家這麼說 他們怎麼會喜歡到這種 這個支持性的東西 明明就是不是在講這個東西 有時候他們才覺得比較厭煩 不太想要跟他們進一步 再繼續溝通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有些尖锐的声音 比较吵杂的声音 他们非常受不了 有些人还甚至要带着耳塞 才能帮他出门 另外的话视觉 我刚刚提到他们很容易注意光线 有些比较小的孩子 就一两岁 他整天就看到阳光照射 在家里面的一个光线的地方 盯着他可以看好几个小时 另外他们喜欢看旋转的东西 所以他们喜欢看电风扇 或看一些旋转的 他们会自己去转的东西 去制造这样一个视觉的刺激 另外也蛮常见的就是触觉的部分 他们这些处理也蛮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些孩子 他们对于那些衣服上的标签 或者是那个换成毛掉的衣服 他们会受不了 我先穿都穿不下去 甚至大哭大哭在地上打滚都曾经发生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些感觉 领略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个评估的指标 那以上这几个部分 就两大部分 他们必须要在他们 这个儿童时期早期 甚至婴幼的时期就慢慢开始出现 并不会说在青少年 甚至在晨年时期才出现 换句话说在这些症状 必须要在早期出现 我们才会把它归纳在 自闭症类群状态的一个诊断 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 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当中 一定要达到一个所谓的 日常生活是功能的缺损 譬如说这些孩子可能就没办法上学 我们常常听到幼稚园就说 这样的孩子可能大家都在上课 他听故事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后面游走 或者说一个人在那边东张西望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可能在外面去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 他大概也不会去跟大家结合在一起 有些孩子他的妈妈就跟我说 他会跟人家玩躲猫猫 后来说明场鬼抓人啊 可是后来详细一问 他发现他只是在那边跑来跑去 不然他当鬼他其实不知道 所以他根本就没办法跟大家 有实际上的一些互动 另外也会影响到他们交朋友 他们常常会变得喜欢自己玩 我们知道大概差不多在三四岁的时候 慢慢开始会学习跟别人一起互相玩 而且其实玩的东西已经不是重点了 反而是那种互相互动的那种感觉 这孩子很兴奋很喜欢的 可是像这样子的自闭生那群障碍孩子 他们还是局限在原本的玩具 甚至那个玩具的本身那个细节的功能上 他们没办法从这个一来一往的 跟人家互动当中得到这种互相交朋友的这种兴趣 跟这种开心的感觉 以至于他们可能在这个学校当中比较退缩 好像都自己或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那其实除了这些所谓的自闭生那群障碍的核心症状之外 他们常常也都合并一些其他的状况 反而也让家长非常的困扰 第一个我们常知道说 自闭生那群障碍其实跟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过动其实常常容易合并在一起 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常常会有一些活动上开高停开下来 或是他们没办法钻心 没办法做住做定下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另外他们可能会容易有些情绪的问题 因为刚刚提到他们其实专注必须要去这个执着的点很多嘛 很容易没有照他们的顺序 或是没有照他们的一些模式 或是他们就容易生气 而且他们生气我刚刚说的 情绪的一来一往的那种很难 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困难 所以他没办法跟你反映说我不高兴我不爽 他可能会直接在地上打滚 或者用筒去撞墙 用这样来表现他的一些不开心 或是他的不高兴 那他表现开心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他可能会撞你一下 碰你一下 拉你一下 其实他们是在告诉你他很开心 可以跟你一起玩 可是别人可能没办法这么简直 可能就会举手跟老师说他打我 那事实上这些孩子他们其实在传达一些情绪的时候 常常没办法被其他人所理解 那更甚至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有些孩子他可能用一些戏剧 或是刚刚说的撞头撞墙 造成身体上的一个受伤 这都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状况 那在病因的部分呢 目前这个自闭症的隐障碍还是男生比女生还多 那至于是有哪样的原因造成这个自闭症的隐障碍 目前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评估 包含像是说遗传因子啊 所以我们早上在门诊症中会误误看 家属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说他可能在出生的时候有一些感染啊 或是有一些头部外伤啊 缺氧啊 这大概有可能 目前是跟自闭症的隐障碍是有相关的 那事实上这些多基因啊 或是多原因的这些造成的因素 代表说其实自闭症的隐障碍还没有办法用一个原因 或是用某一个特定的因子 就说他就一定会有自闭症的隐障碍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都会跟家长讲 这绝对跟家长不会交啊 或者说没有在带他 绝对无关 有些孩子的家长其实尤其像大部分是妈妈啦 妈妈照顾着孩子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包含去弄清楚他那些原则 弄清楚他那些顺序 那怎么样去叫他沟通表达 结果常常会被婆家 或是被父母亲这样说啊 你这个妈妈都不会带小孩 怎么到现在还不会讲话 到现在都不会分享情绪 大家都会一起玩了 甚至有一些孩子的妈妈 可能为了这样子把工作辞掉 还会被他的同事笑说 你怎么都没有在带孩子 其他的孩子可能都是什么保姆在带啊 或是说送去爱清班啊 可是他的孩子明明妈妈 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 可是确实还是很挫折 这大概也是我们在做阶读的时候 非常容易注意到的部分 那我们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看 知病症症群将来的育后状况 大概分成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他那个语言发展的时间 大概是什么时候出来 我刚讲嘛 语言虽然已经不成为 一个唯一的诊断的条件 但是呢 语言的发展还是会影响他的育后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可能语言13岁了 就开始有一个完整的句子表格 还是五岁 甚至五岁以后 一般认为 我们认为五岁以后 是真的有点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将来的育后状况 一般来说可能就会相对没那么好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都会去帮他们做这个心理评估 心理疯戒的测验 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 是在一般儿童标准以下的话 我们大概也会去预估说 他之后的育后可能相对来讲 没那么好 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去谈这个主题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有早期的疗育治疗 那等一下会讲到他有哪些方式 如果说这样的孩子 他能够在一岁两岁 甚至在这个时期更早 就能够去发现 带来给医生做评估 然后介入做一些找疗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对于将来的育后 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育后 这三个大概是我们目前针对一些研究所知道 比较明确可以去推读他育后的状况 那在治疗的部分呢 很遗憾 因为刚刚讲的就是说 在对这个疾病的了解 所以还没办法用单因或是特定几个因素 就能够去解释 因此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药物 有办法去说去根治 或者说去治疗症的疾病 但是我们药物在使用上 常常会用在说 刚刚提到他们可能有一些病发的问题 比如说当有注意力不集中过多的问题 或者有些情绪控制的问题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 在太危险会伤害到事情 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下 我们会考虑使用一些药物 但是针对这种社交能力的缺选这一部分 我们目前使用的方式 大家还是用一些比较像是早期疗愈的方式 或者社交能力训练的方式 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有一些感觉同合的部分 训练他有一些共享式的注意力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动作 或是做一些吸引他的部分 能够希望他不只是看到那个物品 也能够看到我 看到我们三方之间的互动 我最常在门诊的时候 会使用像吹泡泡 有时候我们吹泡泡的时候 孩子看那个泡泡就很兴奋嘛 后来他破掉了 如果说有知名在屏障 他可能会注意到那个破掉的泡泡 怎么不见得在那边找泡泡 可是呢 如果是社交能力比较好的 孩子他们就会去看到我 希望我能够再吹 尽管他不会讲话 他就是点巴巴的看着 你希望你再吹那个泡泡 这就是一种三方式的 共享式的注意力互动 这是我们在做这个 两岁三岁的时候 这种早期训练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有时就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跟孩子 可能在踢球啊 或者互相玩一个玩具啊 我们踢过去 可能他那个球 就跑到后面去 他去捡那个球 可是虽然他没有踢到那个球 他很开心 他一直看着你笑 因为他重点 不是在那个球之间的互动 是他跟你之间的互动 所以有时候 孩子在藉由 这样子的一个三方式的 共享式助力 去训练说 他能够具有 去注意到别人 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而且能够 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这大概都是我们在早期 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醒的就是说 他可能因为这个 社交互动能力的不足 他跟人家互动比较少 甚至不太注意别人的表情 这时候他可能影响他的交友 他可能在人心里 他可能没有转称 员给你们肯定 他可能是正常的 他可能在当地里面 都给他们 而是 我们现在的责任 lessness.n 或是動作發展也相對較慢 這都是相互關聯性的 以前我們可能帶來一根作法 有個發展怎麼樣 動作發展怎麼樣 各方面發展怎樣 可是我們現在的發展 比如說大概會希望說 這整個是能夠連在一起來觀察 但是即使自閉症的暈眨的孩子 他們可能在後來有點已經發展了 動作發展也都蠻好 機器動作都可以做 但是它在社交能力這部分上還是會是比較缺乏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大概就會比較把它退估在 製病症的障礙這樣子的範疇當中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簡單的報道 那不曉得大家 可以先進行什麼一些疑問想要提出來討論的 李醫師 那個自閉症跟基因遺傳都沒有什麼關係 你按例的話有沒有發現說 他生的孩子有三四個 如果說只有一個 還是會有 就是每一個都有這種情形 謝謝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這個跟基因遺傳 它不是絕對的相關 但是它確實是有相關性 我們在臨床當中的話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說 常常發現說自閉症 或是自閉症懸障礙的孩子 他的爸爸或是媽媽那邊 通常都會遭到類似的狀況 也許像剛剛我們前面頭影片提到說 他不是所謂的自閉症懸障礙 沒有大部分嚴重的功能檢診的診斷 可是他可能是有亞斯陸的特質 有一些自閉的一些特質 只是說他還 我常看到我那個個案的爸爸 都是做那種動植物檢疫的 研究人員 他不太需要跟人家互動 甚至還有我印象蠻深刻 就是說他可能在公司當中 做那個研發部門 老闆應該因為他這個油發能力很強 單獨給他一個部門 他不太需要跟人家 有一些交互作用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基因遺傳上的影響 那目前所知道的基因至少 據我所了解至少有一二十種 但是沒有辦法確認是哪一個基因 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目前的研究還是覺得說 遺傳還是影響到自閉症懸障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謝謝 所以我們當孩子大概幾歲 我異狀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救人 目前最簡單我會跟人家長講 大概就是說差不多一歲半左右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一歲到一歲半之間 那個語言已經慢慢出來了 譬如說有些單詞啊 會一一啊啊 或者想要表達語言這個部分 這種慾望的程度度 如果說在一歲半以後 才慢慢的都還沒有觀察到的話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大概一歲半我覺得是一個切分點 那甚至到兩歲那是已經有一點點晚 但是千萬不要再拖到兩歲之後 那如果在國門組有一些自閉症 類群障礙的牌子 他大概有什麼樣的表現 大概第一個 我們會有幾個方向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一個眼神的接觸比較少 他好像不太會看人 或是對人不太會有興趣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 他可能語言真的比較慢 他到一歲半 甚至兩歲之後 才慢慢會有一些單詞的表現 完整的距離 甚至到三歲以後 那再來就是說 他可能對於一些情緒的感受性 比較不好 我媽媽生氣他們不太會有感覺 好像還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另外他第四個部分 就是說他可能不太會去跟人家 分享他的情緒 他拿到喜歡的東西啊 然後可能興奮的事情 他不會說 媽媽你看啊 或者說去媽媽分享 讓他快樂那個感覺 這幾個面向 大概可以做一個比較容易的評估 那我們小朋友如果來做早療的部分 我們在醫院的部分 我們大概有幾個面向 是 大概我們分了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們會先帶到 然後從青少年精神 各位的醫師這邊做評估 那大概我就會針對 剛剛我說的那幾個面向 詳細的去了解一下 他在家裡的狀況啊 媽媽怎麼去評估他的行型啊 那如果懷疑他有這樣的特質的話 我可能就會轉介做這個心理痕見 他們會去跟他玩很多遊戲 拿出很多玩具跟他玩 藉由這樣的互動可以觀察得更細微 那另外的部分 如果說他真的認為說 還有這個自力認識的障礙特質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把他轉介做一些 所謂的早期療癒 包含剛剛提到說 有些共享是注意力的訓練啊 或是社交訓練等等 那事實上他可以同步 跟他的語言訓練 跟動作訓練一起來進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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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ives Ask 謝謝 大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